纯度的力量 年初 纽约大都会看守所来了一个 从希腊抓过来 三十多岁叫大卫的音乐作曲家 春节过后不久 我们在图书馆里碰上了 他知道我来自中国 便东拉西扯的跟我聊起中国的事来 在旁边竖着耳朵 听着的还有基克亚买加的教授 和爱凡巴基斯坦一生物工程师 大卫拿着纸和笔 写了几个字给我看 是祝新年号问 写得对吗 原来大卫在希腊的雅典商务 孔子学院上了一年的课 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 他说雅典商务孔子学院十年前成立 是希腊第一所孔子学院 指代加深希腊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文化教育上的交流合作 并增进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 我上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化历史习俗的课 最近才下决心学写中文字 对我们惯了用字母来书写沟通的人来说 真是少点而恒心毅力也不行 在旁边的基克马上加入讨论并问 你们一共有多少个中国字 要学会几多个字 才能看懂中文报纸和一般的书信文章 从家里寄来的书中 有好几册是南怀锦老师说中国文化的书 便引用南老的话说 三百多四百年前满清入关 皇帝康熙编了一部康熙字典 把全国文字都编进去了 一直沿用至今 里头一共四万七千多字 我们中国人真正常用的文字 几千年来 只有一两千个字 如果你们能墨写 得出一千个不同的汉字 便是很可以了 爱凡也满怀兴趣的跟着说 真是的 西方人用的拼音文字 突破不了方言的交流障碍 因为拼音文字是口讲说话的实录 语言不同 文字也不同 形不成统一的文化 我知道你们中国有几百种不同的方言 但你们几千年来都只有一处共同的文字系统 所以在中国你们东南西北的人们都可以相互沟通 更可以和历代主人透过文字来神会了解 我们在外边的都有一种感觉 中国人特别重视自己的文字 好像字里有某些说不清楚的神秘力量似的 在中国各地都有题字点额 说话 有种不好说的威力和权柄 那又是怎样的一回事 我给他们说个故事 大约十多二十年前 我还在香港参与推动艺术发展工作的时候 看过一个 由好友庄信章 策划名叫文字的力量的 现代艺术展览 启发授意不少 中国传统上将书法 象形文字艺术 至高无上的艺术形式 这展览旨在反思书法传统 绕开了美学判断 引发我们探讨文字内里背后的含义 挑战传统 以笔画为权力的宣誓 检讨我们看待市场 呈现威信和力量的方式 进而强调 对艺术家品德的培养和要求 并将文字视为该品德的表述 看到他们一脸不惑的样子 我继续解释 文字的力量只是一个表象 真正神奇伟大的是这些文字背后人的思想 文字是死物 把人们的思想 感情意志境界注入其中 它才变得鲜活起来 才有所谓的力量 而文字也会将此力量反对作用于我们 再给你们说 一个男老师常用的故事 明末大如珠顺水 国王后流亡道 日本去求救兵企图复国 船航至大洋中 遇上大台风 全船的人都跪下喊救命 说除非是有道之人 跪下来求 走则全船的人都会死于波涛骇浪之中 朱顺水端坐船中不动 让人拿纸笔来 在纸上写了一个镜字 收了之后 台风停了 船也滚了 风平浪静地到日本去了 这是透过文字 让人的精神力量与宇宙相通啊 大卫随即说 静则灵 信则明 真的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真的是浩瀚无边啊 我们对中国的未来满怀信心 历史前进的方向 必是告别愚昧 走向文明的 你们中华民族的 明天将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中华文化必在迎来一个春天 我感激不尽地说 诚心所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